低收跟中低收入戶 我們會免費發送每人 5劑的快篩4劑 那對於長照機構的住民每人3劑的快篩 4劑 那為了在這個 讓中低收跟低收 在快篩上面的經濟負擔能夠減輕 畢竟這個在1劑100塊 那5劑500塊這樣的一個實名制 對中低收入 他也是個有一個壓力在 所以我們今年從3月到 有發了一筆 有發一個這個低收跟中低收 的一個補助的錢 但是這500塊也是一個壓力 所以行政院監察長也宣布低收跟中低收入戶 我們會免費發送每人5劑的快篩4劑 那對於長照機構的住民每人3劑的快篩4劑 在長照機構可以直接在 因應有時候有群聚的時候 那可以及時來運用 不會說因為有人有買 有人沒有買 那到時候要做一個 院內的一個篩檢的時候 那就會缺乏 也是發到長照機構的住民 每人3劑 快篩的4劑 那希望都能夠早期的來發現